3月2号 在2018湖南卫视 元宵喜乐会 带来超然开场舞表演的 大张伟大老师 来到后台群访间 与观众见面 一到后台 大老师就说起了 自己今天的演出服装 是之前开巡演的一套服装 特意 然后就是又穿了一颗 像我之前 演唱会的舞 但是我觉得那个 因为这个红色 还有这个机箱的大 大厨 对 从各位打起打力 然后整体都特别符合 这个反馈的气势 是的 今年2018大老师 约会有什么计划 现场他也与大家做了分享 就是能够相对 不那么焦虑的活着 然后因为我现在 每年速度越大一点 我都希望能够活着 更自在一点 所以说今年的 就是我会终于问题 哇 很期待 但是因为终于问题的事 好像也不那么回事 但是呢 我已经四年没出了 马上过去了 然后所以说一年能出呢 希望我能支持一下 在现场主持人还问到大老师 去美国是不是盲新专辑 大老师也做了回答 我记得你去年 前年是去到美国去专门 谈论这个专辑 是创业的 那个人 当时我听批发票 我是不像美国谈的什么 怎么这边批发 这边的感应 然后那个我是说 因为那个 我去那边是什么 而且因为那个 直到春节的时候 也没有活了 对吧 只能去那个 游玩一点 今年生哪过来的 今年也是在那个 美国 对对吧 然后本来就是 反正我多多 多多 今年有个时间点 然后应该咬的 然后我是觉得 反正过年的时候 就是放冲榜 对吧 然后回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工作 2017年已经过去 不知道大老师 又会有什么样的 新感物要与粉丝 宝宝们分享呢 我爸的那个身体 很长 突然把人家人一起来 后来经过事情又好 然后我就会觉得 因为因为最不成长时间 发现其实那个 自己的那个家人 也会慢慢的 都心理都 不需要照顾我 全都是照顾我 所以说我从去年发现 我们可能要开始照顾别人 所以这件事 对我来说 是比较大 最后大老师 还为大家送上了 元宵节祝福 希望各位 都能够每天真正的开心 因为现在每天 大家都看手机 但是都知道 你看这个下面 看一看手机 对对对 然后那个 然后呢很难 就是这样的去享受 一个自己本身的 本身的快乐和愉悦 所以说大家能够多一些 面对自己的小孩 多一些办法 谢谢 毛哥老新闻 坐等大老师的新专辑 又报道